不管是经典做冬季练歌还是初味做丑闻 裴永俊自出现永远是绅士的清洁的 他的微笑温暖的足以让女人融化 他被众人所爱 绰号眼睛王子的魅力超越了性别 甚至引起日本男人集体妒忌 这样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人 是会让人不忍心把他和欲望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近日据日本媒体消息 有一名23岁韩国不知名女性爆料 直外表文雅温柔的裴永俊 其实很爱热闹 经常会和政客或是韩国大企业的老板 一起参加秘密派对 而且派对中必定会邀请一班女性到场 该女性更称 裴永俊都会请些能手秘密 而且会陪客的女性去招呼宾客 东西娱乐整理报道